哈喽哈喽 好久没有以妆容记录的方式出现啦 底妆和定妆已经完成啦 首先就来画一下眉毛 其实我画眉毛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就是我本身的眉毛比较浓 只需要把眉型修好 然后再填补一些空隙就好了 我喜欢上调一点的眉型 然后我会适当的把眉尾拉长 我一直用的都是这种灰调的修容 先用刷子沾一点 然后记得斗粉 一定要少亮多次 并不是你用的亮越多 效果就越好 顺便带到眼窝的地方 并且鼻梁两侧的部位 应该要多次浴染 让它更加的自然一些 而不是像两条毛毛虫一样立在那 那样真的不好看 鼻头也可以修一修 脸部的侧影呢 要用到一个像这样稍微大一点的斜角刷 当然啦 如果你的脸足够小 那也可以选一个小小的 斗粉斗粉斗粉 然后就是享受哪里刷哪里 从外侧刷到里侧 少亮多次 别忘啦 我发现很多新手都会忽略修容这个步骤 但是我觉得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 因为刚化完底妆的时候脸都比较白 妆感也比较明显 适当的修容可以更好地拖出你的五官 同时也会弱化一些妆感 要是不信的话呢 也可以把我现在修容的样子和之前没有修容的样子进行一个对比 如果你是个直男的话 当我妹说 眼影呢 用到了两个双头眼影刷 先沾取里面最白的颜色给眼皮进行大面积的打底 这一步就像是上完粉底液给脸部进行一个全面积的定妆一样 下眼瞼的部位也要带到 然后选其余三个颜色里面最浅的那个颜色 再给眼皮进行打底 范围呢 要比刚刚打底的范围要小一点 有一说一 这盘眼影的颜色我觉得很实用 也很日常 但是它真的很不耐摔 而且比较非粉 这一步进行完之后 用刚刚进行摆色打底的那一头刷子 再晕染一下边缘 让它过度自然一点 而不是整个坨在那 选取这个最深的颜色 只取一点点 不然真的会变成熊猫本猫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范围呢要比上一层更小一点 还是一样的 边缘也是要用刚刚那一把白色打底的刷子再晕染一下 我想说眼影的预染真的需要有耐心 刚开始化妆的时候我只会用手指随便的磨两下 但是我现在深知眼影刷的重要性 现在拿一把毛比较密实的扁的眼影刷 稍微占取一点刚刚的这个颜色 不小心占多的话就在手背上蹭两下 看吧 这个颜色的显色度是真的高 就画在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范围比上一层更小 下眼尖也要带倒 然后用松散的一头晕染 姐妹快看这个偏光 真的太美了好吗 亮片眼影要抹在眼皮中央的位置 再慢慢的往旁边推开 到了直男们闻风丧胆的夹睫毛阶段 说实话我夹睫毛真的 以便能夹十多二十下甚至是更多 视频里面多余的部分我剪掉了 但我是快速夹也不会花很长的时间 而且我的睫毛本身也比较容易的定型 如果心里没有太大的把握的话 我建议画眼线之前准备一个棉签 占取任意的面霜或者是乳液 一会儿用来修改眼线 这样做更能保护眼周的底妆 画眼线需要克服两大困难 一个是手的困难 一个是心理和生理的困难 你的手要找到一个支点 要稳 沿着睫毛的根部一点一点的画过来 然后你自己要相信你自己的手 不会伤害你自己的眼睛 控制好自己 不要不停的眨眼睛 镜子的位置要低一点 这样方便你观察你画的情况 因为我戴上美瞳以后容易狗狗眼 所以我会把眼线画的长一点翘一点 这是以前一个玩cosplay的朋友告诉我的 不满意的地方就拿出我们刚才准备的小棉棒 进行修改 要轻轻的 kiss me是真的出了名的难系 我一度不愿意把我涂睫毛糕的样子放上来 真的 我还剪掉了很多惨不忍睹的片段 而且你们发现了吗 我涂睫毛糕不是手动 是我自己的头在动 但结果还是挺好的 挺好的 腮红的颜色可能看不太清 因为当时我的打光灯已经没电了 然后它是一个暖性色 腮红的话 我喜欢从颧骨的位置打到面中 这样起到一个修容的效果 就是瘦脸嘛 它是一款碎钻一样的高光 高光呢 应该着重点在鼻头和扇根这两个地方 然后用刷子上剩余的量 轻轻的连接一下这两个点就好了 有的时候我连连接都省了 以前我打高光就是给整个鼻梁 随手那么一壶 越亮越好 但是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有一点毛骨悚然 然后两旁的高光就打在颧骨上就好了 然后我还会加一点在眼头 也就是直男眼中的发亮的眼屎 我现在要抿掉我化妆前涂的唇膏 如果不抿掉的话 会影响后续口红在嘴唇上面呈现的质感 因为这款妆容不需要强调嘴唇的轮廓 所以用手指把唇部边缘的口红给晕开 噢 其实对于眼线这个东西来说 我本人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他的眼型不太一样 然后他的妆容的风格啊 或者是什么都不太一样 所以他适合眼线的类型也不太一样 我知道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那种 像那种上挑的眼线 然后就显得人很精神 然后气场全开嘛 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这种 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眼型 还有自己的风格去判断 然后就不要盲目的去喜欢 但是那个东西不适合你 大概就是这样